主席还是不认证吗 最后一个走下囚车 阿伯这一回不但完全没开媒体镜头 甚至还把手举了起来挥两下 而这也是他被羁押的22天以来 第四度遭检方提讯 绿设今天开庭有什么样子新准备吗 维言律师镇生员 26号早上10点多现身北检 面对记者问话一个字都不肯说 撇头加快脚步走上楼梯 主席有叫司机拜前去澳门吗 主席身体状况还好吗 金华城闭案延烧至今快满月 五名被告被羁押后 检方跟时间赛跑 从9月9号开始 展开四回合提讯马拉松 除了印小卫的助理吴顺明之外 其他四人都陆续接受讯问 不只要巩固犯罪事证 更要厘清背后内幕和金流 也代表全案已经进入深水区 并非罕见 我谢谢大家的关心 深圳不怕影子邪 整起逼案累积十一名被告五人被羁押 其中印小微 沈沁金 彭震生 以及吴顺明 十月二十八号将满两个月的羁押期 柯文哲则是在十一月五号 羁押期满 请周立平在这之前赶紧把案件 争结 做出起诉或是不起诉处分 加被告密集提讯 检方抽死剥茧 追出内幕 相信背后不能说的秘密 很快就会補出檯面 三内新闻 陈一翔 心仪 SG小组臺北上的报道 新华晨案 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到底有没有图力收贿 检调仍在持续釐清 如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游淑惠再晒出新市政 游淑惠调出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号 柯文哲市长市的会议记录 在会议决议的部分 写着金华城基准融绩一役案 请督发局就当年资料 做成行政处分 并正式上网公告及含富金华城 还特别显明上网公告前 要先到市长市报告 并将案件列管三个月 而且根据与会者给我的这个答复 就是针对要给金华城五百六十的容积率 而且就是直接要求用行政处分的方式 就是跳过都委会这个程序 刘淑惠质疑柯文哲下令用行政处分处理 就是要跳过都委会审议 另外在这份会议记录中 与会人员有十人副市长邓家基 都发局长林周明等人 却唯独少了夜管的副市长林清荣 而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号 这时间点比同年八月七号 监察院认定金华城百分之五百六十容积率 还要更早 嫌见柯文哲对金华城容积率早有定见 又是独独缺了夜管副市长林清荣 这跟之前三场便当会的状况很类似 是刻意排除还是说就是刚好是巧合 柯文哲从头到尾至始至终 就知道金华城他想要的是什么 而且也密集的帮金华城召开了无数次的会议 金华城获取百分之八百四十超高容积 背后疑点重重 远前柯文哲一直说不知情 但这份会议记录似乎证实了 柯文哲不止不可能不知情 更是早就伸手介入 三天新闻林华汉王艾德台北报道 民进党北市议员洪建议日前赛出 前北市兵议局长朱雅虎 在2017年7月21号写给蔡姐 有关金华城的前情信 上头有其他字机写 8月3号之后约时间 有加码爆料 疑似蔡碧如写给林周明的手谓 上头写着给林周明局长 回国后金华城陈情人 希望安排与林副市长拜会 特别著名你要在场 最后署名碧如2017年8月1号 接着神信金就在8月18号 到都发局与林青龙林周明 以及都发局副局长张刚为碰面 现在2017年5月3号 市长室会议记录曝光 由柯文哲主持的会议提到 清华城基准隆基一议案 做成行政处分并列管三个月 时间点正好与便切内容相符 在2017我发现的时候 是蔡碧如介入的时候 那当然那个时候是所谓的 7月底8月初 那看起来这个又是 往前拉的一个时间 当时候只要有人要求见柯文哲 那要拜托柯文哲任何一个案子 柯文哲第一时间一定会说 交给蔡碧如 所以才有后面衍生出来 朱雅虎直接对蔡碧如 朱雅虎代表的威京集团 蔡碧如代表的市政府 那可见而知 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个案 面对质疑 接稿前没有取得蔡碧如的回应 但对于便签说 他先前呛会告到底 上网络节目时也质疑 东西怎么来的 他为什么首长会有 台北市政府的变签 我要是认真起来 我要去告他 他是不是偷了台北市政府的公文 如果他要睁眼说瞎话 那我有尊重他 告不告是他自己决定 那我只希望 凡事要说清楚讲明白 洪建宜 蔡碧如持续隔空护杠 这样的精华成案成为焦点 三天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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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看